今天就是外圈 那外圈有什麼呢 外圈其實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他連那個獠牙都清清楚楚的 這裡是吳哥唯一一座非國王所見的廟宇 裡面真的是有一段是伸手不見無知喔 字幕提供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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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yo 各位早安 看到這個Naga呢 就代表我們又來到了吳哥窟的範圍當中 Solo 早安 我們現在在哪邊 好沒關係 好 我們現在呢其實是來到了外圈 我們前面第一天是在吳哥窟嘛 小圈 第二天是大圈 那今天就是外圈 那外圈有什麼呢 外圈其實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甚至有一個叫做共開金字塔 但是那個是最早人去的 因為他來回大概要三四個小時 那我們現在呢所在的地方叫做崩密裂 OK 崩密裂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為什麼 它是沒有被挖掘 人味修復 所以它保存了最原始的那個神廟的狀態 我們剛剛搭車搭多久啊 我們剛剛大概一個半小時 對差不多9點多 現在已經10點半了 這一趟旅程呢算是最精華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在修復之前 然後呢你還可以看到一個Naga 是保存最完整的 你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你看一開始 影片開頭跟在吳哥窟 基本上它都有點被風化被侵蝕掉 但是裡面呢你連它那個Naga大蛇 它的獠牙都看得到 期待吧 對今天應該就是最後一部 有關吳哥窟的影片 那個高棉文化建築的 對因為三天來我們的腦袋已經快炸掉了 太多資訊了 對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書已經翻成什麼樣子 欸書在車上啊 喔書在車上 好吧那就 對書在車上 好像書在車上了 我們感覺要回去拿一下 好回去拿書 尷尬要不然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照理來說 我們要走中間這個康莊大島 直接進入到寺廟當中 殊不知 欸Solo你看這根榮樹 就直接從大門口直接砰炸出來 對不對 這邊真的很誇張 這我們到底 我們就沒辦法走上面了 對那個它直接把它封起來 我們只能繞著外圍走 所以你基本上 到處都是看到像這樣的碎石堆 這真的蠻誇張的 這個蜂蜜裂 跟前兩天的感覺是完全不太一樣 這應該是他們很多寺廟 剛找到真正的樣子 對基本上都是像這樣子 太難了 好 蜂蜜裂 是五個地區最有探險感的地方 因為整座寺廟已經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地處叢林之中 到處都是斷圓殘壁 你甚至很難找到一個完整的入口 可以進入寺廟 這就是在整個蜂蜜裂這邊最清楚 因為它在整個五個戶裡面 不管大五個小五個最清楚的一隻 它連那個獠牙都清清楚楚的 要不然你在其他地方看到都是 這邊沒有那邊沒有 就是缺一塊少一塊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看 你可以看著它在這邊存在將近一千年的歷史 至今人矗立在這個 雖然接近藍門 崩斃烈士的藍門這邊 雖然後面是完全跟廢墟巷 我們是不能上去的 好 感謝這位Naga 來啦 這裡有點像那個 富城河的感覺 小小的 據推測 崩密烈是位於12世紀蘇爺拔摩二世所建造而成 為小五哥前期之建築 和五哥窟一樣 外圍都有一條護城河 而現在則成為遊客行走的木棧島 需要層層攀爬 完全無法想像這裡曾經是一座 非常輝煌莊嚴的寺廟對吧 我發現啊 在這邊啊 到處都可以看到那個 如海翻角有沒有 在第一部那個小五哥的影片 就在後面 重點是那隻最下面的烏龜啊 他還有擦口紅耶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很特別很特別真的 而且你這邊真的是要眼睛放大 才可以找到他們 就是後面那塊石板 我近拍給大家看一下 宮崎駿的天空之城有沒有看過 據說圓形就是參考崩密烈的喔 我們上來一個階梯以後啊 然後這裡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松露你說什麼 那邊有一個進去整個裡面建築物的 可以進去裡面 超黑 超黑喔 所以我才來找你 不要怕 欸這裡真的不錯耶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那個護城河的概念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Solo所謂的超黑到底是多黑 右邊那邊你看 欸這很小欸我的天啊 你的幽閉空間跟黑暗恐懼 真的全部融合 這個真的可以小喔 什麼叫可以小 這時候就要第一人稱 換個角度給大家看一下 哇 哇 裡面真的是有一段是 身手不見無知喔 今天這邊偏暗 我覺得需要打個光欸 欸如果是你自己的話你會走進來 當然會啊 我是誰 Who am I 你看 是不是完全看不到 我覺得我開燈也看不太到 欸你要小邊腳邊啊 欸我這邊沒辦法拍全部都看不到 幫我打光 好我跟你說 各位 後面大概就是像這樣 它是一個 回音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地方 但是 沒有什麼東西 只有有點像那個 那叫什麼 隧道有沒有 旁邊那個側光這樣照進來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 好 回音非常大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到前面的話就沒有路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 原路返回 欸還是我們探險看看好了 音樂空間 對啊 不會啦 現在那麼熱 他們早就出去密室了 欸這邊蠻帥的欸 而且 比較少人會走這個岔路 喔 他可以出去 欸出去 欸這邊有路啦 真的還有路欸 這邊接到哪邊都不太知道 欸這個好玩 對 對 我們現在已經不知道 來到哪個方向 在後面那個建築園 有沒有看到 一樣是被榮樹給殘繞的 非常的緊密的 那個呢 那個呢是圖書館 你知道我怎麼會知道嗎 因為剛剛下面有人在導覽 我直接聽到了 關鍵字 那個就是圖書館了 從密道走出來 這裡就是長津閣 如果注意找 還能發現曾經裝有皇后的石棺喔 好 好 那我以為這個木棧 它是可以通往另外一個地方的 結果沒有 它就是單行道 就你來到這個觀景平台以後 你可以看我們從那個 應該是北門吧 北門進來那邊 然後一樣一大片飛墟以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往回走了 對 那我覺得最好玩的 崩密列這邊應該就是可以看到 最傳統 最原始的狀態 欸你難想像 考古學家 科學家 他們當初在看到這一片的時候 他們真的覺得就是 不知從何下手對不對 好 就跟我現在一樣 來到這邊以後 不知道從哪邊開始看 OK 那在崩密列大概待個一個小時 我覺得OK 然後呢 我們就要驅車 就要再趕往另外一個地方 就叫做女皇宮 那邊有東方版的蒙娜麗莎 期待吧 而且它是雕塑 那聽說在下過雨過後 會更好看 那等一下感覺就會下雨 我們從這個崩密列過去 可能也要一個小時左右 那我們就回去車上慢慢的散熱 晃晃悠悠的就會到了 OK 那我們就跟這個崩密列說 拜拜啦 好 過了四十分鐘以後 我們又來到女皇宮這邊 但大家有沒有發現這邊很熱鬧 這個壇應該是我長這麼大 聽過最大聲的 超誇張 直接整個人都醒了 哇 酷 規模不像其他寺廟和建築那麼大的女皇宮 風格屬於印度教的寺廟 供奉著婆羅門教三大天神之一的師婆 1914年才被法國人發現 使用大量的紅色砂岩 作為建築的材料 搭配精緻的雕刻 被譽為無科藝術寶石之稱 那經過了東門進來以後 你會發現 又是到處都是林家 這是林家大島 然後前面呢 才正式進入到女皇宮的一個範圍 來到這邊 你一開始會被正門那邊 它的雕刻精細程度的嚇到 保存得很好 但是規模卻不大 如果你沒有很認真的走的話 大概五分鐘 五分鐘十分鐘走馬看花 就結束了 可是你來到這邊 就是要尋找東方的蒙娜妮莎 那個雕像 那個雕刻 那個浮雕 而且門口就會振折住你 那個門檻那邊都很漂亮 它的那個Naga也畫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它裡面吧 為什麼女皇宮這座寺廟的規模那麼小 原因其實很簡單 這裡是無科唯一一座非國王所建的廟宇 建築者則是一位退休的大臣 走進這個祖寺廟的 它的門有點低啊 哇你看裡面 很美耶 它那個精細的雕刻就在你眼前 齁 這些浮雕所講述的都是印度教的神話故事 這些浮雕所講述的都是印度教的神話故事 而這位就是傳說中的師婆啦 東方的蒙娜莉莎保存的非常完美 好那我們已經結束了在女王宮這邊 我覺得這邊看的就是精細的雕刻之外 你要去了解它背後的歷史 相信大家應該看的還蠻爽的對不對 那現在太熱了 我們現在要離開這個地方 那如果離開這個女王宮呢 基本上也算是我們在這個五個窟三天的行程 算正式的結束了 小圈大圈跟外圈 那其實外圈還有很多可以選擇 讓我們今天只選擇了兩個 因為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就要去哪裡 就要去那個地雷博物館 好我們來看一下之前在這個內戰時期的柬埔寨 他們的地雷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走吧 舒服 爽嗎 這裡的精密程度超過我想像 真的 很誇張對不對 我覺得很誇張 對我剛剛原本想說在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那個後面的BGM會響結果沒有 真的喔 傳統音樂 結果我們一拿起相機的時候它就停止了 他想說有版權要保護我們 可以可以 好啦那我們要離開這個女王宮 前往地雷博物館 OMG直接先放了這麼多顆 空頭的炸彈而且是外殼 好可愛的小狗狗 他這個真的是已經炸開了你看 炸彈的耶 好了各位 這個地雷博物館呢 距離女王宮大概只有15分鐘左右的車程 那門票一個是5塊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好玩的東西好了 很酷的東西 它其實就是展示為主 我剛剛原本想要拿這個RPG 你知道嗎 這個炸彈是會在戰地一封營或是CS GO裡面看得到 這個超級重 這個大概有五六公斤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各式各樣不同型態的RPG 超酷的 超酷的 跑到了柬埔寨 所以為了要產出這些北約的產黨 他們日本 所以美國人呢 就在整個這八年當中 投了多少 這邊有寫 54萬噸 不是54萬顆 54萬噸的炸彈 在整個柬埔寨這裡 你看密碼都是被 紅茶果的點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房間 這邊才是我們熟知那些地雷的樣子 就是一顆圓圓小小的 對 然後有不同模式不同的形式這樣子 那其實這邊如果你印去好的話 你會遇到那個 開這間Museum的老闆 然後他會現場演繹說 怎麼教你拆彈 對 因為他這些你看到的都是他 親手拆除 他已經拆除了超過一萬顆的地雷 他剛好今天可能不在 他可能去拆彈 對啊他真的 斜槓青年 你看 各式各樣不同 這種 然後後面的 這種通常是比較小 大的話就有點那種反坦克地雷 如果你玩過那個 戰地風雲1的話 這邊就有 像這種 有沒有看到 然後外面的話就是會放很多實體的 所以整個地雷博物館 到底有多少顆地雷呢 上萬顆 我們找到一個還蠻寫實的一個方式就是 地雷先生有教我們怎麼去探勘這個地方的地雷在哪邊 因為地雷其實就是一定要 然後他買隱密 他是買得非常非常隱密 所以他們就是要拿一根鐵棍大概30% 30度角這樣去戳 如果戳到的話 這樣還不會爆炸 你看 非常清楚的一個 畫面就是像那樣子 我們看完了裡面的一些資料介紹 然後這邊有一個算是一小區吧 有樹木 然後非常演繹就是外面的叢林感 我跟你說 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真實版的採地雷 裡面就有很多地雷的 到現在還有 對他應該我是覺得 這展示屏啊 對他不可能直接在那邊放吧 太嗨了吧 最後這一區算是最有趣的 看看你銳利的眼睛 能在叢林當中發現多少枚 各式各樣的地雷呢 真的很不容易對吧 欸Solo 看到那麼多地雷 你猜還有多少枚的地雷現存在柬埔在這邊 兩千 兩千 你的單位是個嗎 兩千個 兩千個 沒有再來 十萬 十萬再來 一百萬 再來 三百萬 至少三百到六百萬 的地雷還在柬埔在這邊 天啊 那不太能去郊外亂探險 對所以 所以還好你剛剛上這所你沒有亂跑 你就只是走正確的道路 也太可怕了 差一點差一點 你還在這邊開心 欸 很少人拉屎被炸掉了 你可能是第一個 啊Solo 我找到總算找到我的戰利品了 因為我們一進來想說這個商店 應該就是賣一些衣服啊 然後書 結果呢 他剛桌上直接放了這些鈔票 1975年版本的減幣 重點是我看到有直接高潮 直接中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1975年這個版本 在網路上賣很貴 他一張的話 應該說大全套 大概要三四千塊台幣 然後他這邊的話是一張賣 對一張賣十塊美金 怎麼樣都賺 而且光我現在手上拿這個 他是當初的五十塊 對應該是五十塊 五十塊他前面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 微笑膏面 然後背面我覺得背面很酷 是農民奇異他們拿RPG 你看他們直接RPG 然後這張的話 網路上單賣可能就是四十塊美金 所以我們買到專道 另外一張我賣十塊的原因是因為 他這邊很可愛 這張品項比較好 這邊是什麼 他們拿機關槍在掃射 農民 對然後背面的話 就是他們在霧農的樣子 這個真的很酷 太寫實了 好那我們花了二十塊買了紀念品 走吧 你們看我那個笑容 開心的樣子 現在好像停不住你的笑 OK Thank you 謝謝 好的下部影片將會非常的沉重 讓我們回到今天 認識柬埔寨不願被提起的歷史 事件時期吧